美国海军宣布包恩·施密特商校将出任航舰林肯浩的舰长 成为美国史上首位担任航舰舰长的女性 另外美国空军为测试迅速空战集结能力 18日在阿拉斯加埃尔森空军基地集结预30架军机 编队大上漫步 显现纪律、专业度以及专精作战状态 近年来中共积极投入海底纜线发展 其中华为海洋铺设或升级了当中的105条电缆 随之而来的网络安全隐忧已引发美国高度关注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欧与克鲁兹 致函警告太平洋盟友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说 中共公司消架由国家支持的力量 一旦在太平洋海底光纜计划的标案得标 可能破坏该国的安全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任时 招待政界、财政界及文化界等人士 资金收支报告书却无记载 招容检举设为政治资金归政法及公职选举法 日本解放依设为政治资金归政法 简易起诉安倍秘书佩川博之 安倍晋三则或不起诉 但强调自知自身政治责任极其严重 将赴国会接受质询 澳洲国家图书馆日前获得一批澳洲著名诗人 帕特森的遗物 其中包含帕特森的手稿、相片、家书或私人日记等 而其中最特别的是这盒保存120年的巧克力 产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其完整度让历史专家忍不住感叹 不过打开它的时候有一股有趣的味道 现场在电视整理报道